美股台股近期都在高檔震荡起伏 掉人胃口 年底前市场会有哪些动向 值得我们睁大眼睛观察呢 进入我们的DJ有事吗 美股财报公布已经告一段落 根据永丰金证券的看法 Q3美股财报优于预期的比率超过八成 那这次显示呢 企业整体的获利表现依然强劲 其中美国四大指数表现最强的就是废半 主要是最近很夯的AI 电动车、元宇宙等等 因为半导体的晶片都是这些议题的主角 一定都会用到半导体 所以长期而言 晶片的需求要衰退并不容易 因此明年来看 这些相关公司的营运 都还是会是在价量起扬的状况 那尽管最近废半创高后回档修正 但是相关的族群还是可以持续的留意 那根据历史的经验统计呢 假若1到10月每股已经有一定的涨幅 那11、12月继续再涨的机会高达9成 所以强势股呢 还是可以偏向积极的操作 另外呢 也可以观察到四大指数当中 稻穷相对的疲弱 主要是成分股随着通膨以及疫情的影响 造成不同类股的营收以及获利彼此消涨 那永峰金证券也认为呢 后续稻穷有落后补涨的机会 并且也认为呢 未来四到八周 对盘氏影响比较大的可能会是在油价 主要是今年是反胜英年 偏冷取暖的需求可能会推升油价 如果油价走失呢 一方面会加深市场对于通膨的预期 那另外一方面呢 也有可能会排挤到美国的消费者的支出 冲击到实体经济 会让股市有出现回荡的可能性 那回到台股 讲到油价呢 最近美国政府宣布将释放5000万桶的除油 不过这个是小于市场预期的 因此反而让油价呢 短期有上涨 那现场的记者也观察到 目前市场上对于油价后市存在的正面的声音 可能涨到90、100美元都有 但也传出呢 12月初的OPEC PLUS会议要重新考虑增产 因此呢 油价的变化还是存在变数 不过短期来看呢 需求还是大于供给 所以像台厂像是台硕化 它的炼油的利差仍然是维持在高档 另外最近股价比较活泼的钢铁股 主要是反映中国今年累计前10月的初钢产量是低于去年同期的 那这符合中国的减产目标 所以这代表未来两个月呢 还有增产的扣打存在 那这带动了铁矿砂的价格开始足底回升 但是除了价格之外呢 线上记者也观察到 钢厂也认为客户的库存消化已经告了一段落 会开始有回补的力道显现 因此明年上半年需求也看望 那除了上游的中缸中红 下游的中缸go 长龙缸等等的业者 接单的展望也都是比较正向 接下来帮大家快速整理下周重点产业的讯息 晶片大厂高通要举行技术高峰会 5G的旗舰晶片会正式亮相 那市长会拿它跟联发科的晶片做比较 那明年的5G市占率也还是会是热门的话题 下周五 李国鼎的科技发展基金会会举办科技论坛 那包括台积电董事长刘德英 联发科董事长蔡明健 望宏董事长吴敏秋 日月光执行长吴田玉等等的半导体大咖都会出席 那预期论坛会聚焦在半导体未来的趋势看法 下周也有很多家的车用厂商要举行法说会 包括广华、第一化城 另外做车用ADAS相关的欧特明 也要举行新贵的法说会 线上记者也认为 特斯拉的德州厂、柏林厂 预计年底前会开始组装Model Y 那相关的供应链像是核大、自身科 连家也都可以留意 那台湾的医疗科技展下周也将开幕 群创加斯达都会参展 其中加斯达目前的医疗事业占营收比重大约7% 那明年的公司也认为医疗事业有机会成长三成的幅度 另外线上的零售的网家也要举行法说会 那市场关注业外的投资 然后Fintech的损益改善情况 实体零售的三商加购 下周二新贵转上市 另外要讲一个下下周的活动 零组建大厂信邦的工业控制新厂 即将在苗栗启动 那为什么我们会把下下周的活动提前拿出来讲呢 那这跟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有关 那我敢保证下一集的内容呢 别的地方一定都听不到 那请大家拭目以待哦 今天的节目内容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那我们下周二见咯 不见不散 拜拜